这些叫做毛根 用来煮粥蒸 你小时候 妈妈一定煮给你喝 要选脆肥的 颜色要白 没有酥根 煮水喝 清热下火 首先把毛根洗净 切成短度 然后马体 顶和底部 切了之后 拍松马体 这个粟米切成件 竹斜 用刀破开几片 接着 红萝卜洗净之后 刮皮 又是切件 首先把毛根出水两分钟 在一个很高的锅里 放很多水 当水滚的时候 我们放入所有材料 盖上盖 用中火煮它两个小时 这个竹斜毛根水 可以是热饮或者冻饮都可以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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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